山洞林兒一個男人賣的拉麵 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加價 只是賣3元人民幣 他近日一夜間成為網絡紅人拉麵歌 引起急聲的同事也帶來不少煩惱 每個人都舉機拍攝 還有美後黃孫悟空 你大老遠跑來這條村是為了什麼呢? 三十九歲的程韻復 十五年以來賣拉麵一碗紙要3元人民幣 從來沒有加價 在物價騰飛的年代 這一份堅持被視為有良心 他的故事在網上廣為流傳 更加被網民稱為拉麵歌 每天有幾百人由全國各地務命 來到他位於馬蹄河村的家外面 村民也湊熱鬧轉為趁機做生意 在拉麵江家附近擺檔 開民宿等等 帶動了整條村的經濟 直播他拉麵的頻道廣受歡迎 每天就有大批的網絡主持 專門到當地做直播 拉麵歌說最初走行的時候 一心希望盡自己的能力 去提高專民收入 但是發現並不簡單 我喝點不喝多 他都在流口裡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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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人在流口裡面 也有錢 每月沒有 我也沒有客人 因為人家 不敢用我 我給你處理 在內地傳媒採訪期間 突然有粉絲走入拉麵江家要求合照 他和他的家人都說 最想過以往平淡的生活 我不喜歡 不喜歡 平平淡的 所以要買單位才會拿你 我愛你 而短片社交平台抖音就發公告 說反對過度消費拉麵歌 尤其是刻意利用高流量來謀利 說一旦發現相關的片段或直播 平台會下架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 曹佳併報導 盛幻 您 爬 為